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28号,我们继续进行年终的盘点 今天我们盘点一下在2019年最感言的在国内的五个中国人 本来我们要选择十个中国人,但是各我们标准的只有五个 所以top ten变成了top five 那这五个人我们先从第五名说起 然后最后说第一名就是最感言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那第五名我们推举为是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楼继伟直接反对2025计划在今年的年初一炮走火 今年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的楼继伟 在南华早报的一个访谈里面就说 他很早就不看好2025计划 一推出来我就很厌恶这个东西 原因是什么 首先2025计划太锋芒毕露 其次2025计划劳民伤财花了很多纳税人的钱 再次他光说不干 2025吹得正天响 但实际上能见的效果很少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 他认为政府不能支持哪个产业 不能太明显的预测未来的发展 然后支持某个产业不支持哪个产业 因为政府的能力没有那么大 任何人的能力没有那么大 不能搞计划经济的那一套 行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还是要交给市场 政府不能过多的干涉市场 干涉行业的发展 然后搞2025计划 这段话实际上是中国国内对2025计划 抨击得最厉害的一个人 而且公开的抨击得最厉害的一个人 他非常的感言 2025计划呢 实际上是李克强最早提出来 他说在2025年是中国从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变成一个制造业的强国 他要对航天航空精密仪器 人工智能等等行业 国家政府要拨款 要各方面的补贴来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 这个计划呢 刚开始不太大家知道 但是呢 中美贸易战去年打开之后呢 美国特别反对这个2025计划 美国各种媒体啊 政府机构都说中国有个2025计划 这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准则 政府来扶持这个行业 政府来扶持这个产业跟美国叫板 所以当时呢 大家才知道有2025计划 从一个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 2025计划肯定是违反市场经济的 而且2025计划的最核心的一点 是政府扶持这些高科技的行业 来跟美国叫板 那美国的企业面对的不是 哪个行业的问题 而是整个中国政府的问题 美国政府也是担心的 是中国在制造业上超越美国 所以呢 美国呢 在一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 就把矛头指向2025计划 后来呢 在今年的两会 李克强做报告的时候 就没有提2025计划 为什么没有提啊 因为太过锋芒毕露 早知美国给你的指责 就跟那个厉害了我的国的电影一样 演出来大家觉得很好啊 我们很自信很自豪啊 但是漏洞百出 最后呢不得不下架 这是王沪宁啊 这些文人搞的这个自我吹息的一些把戏 那2025计划同样是这样一个东西 他没有实际的进展 反而呢造了这么大的声势 只能引起敌人对你的注意 所以呢 暗雾领暗雾计划呢 李克强他们呢 主动的给撤下来了 不再讲了 但是呢 刘继伟在那个节骨眼上 针对外国媒体啊 直接就讲了这些番话 南华早报一报道 其他的媒体全面的给转载 从中就可以看到 刘继伟的胆子是非常大的 他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个 体制内的高官 来抨击2025计划的 矛头直接指向李克强 实际上李克强的背后是习近平 李克强搞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讨好习近平啊 也只有习近平才喜欢这些 浩大喜观的东西 那么刘继伟说这句话的代价是什么 过了两三个月 把他的全国社保理事会 理事长的职务就给撤了 就给退休了 这个呢 他本来就处于半退休状态 对他来说呢 也没什么 但实际上也是习近平 李克强的人呢 对他的一个报复 那我们看到 敢言的第四名 是原来重庆市市长 黄奇凡 黄奇凡这个人呢 在重庆搞经济搞得非常的好 但是因为薄熙来事件之后 也受了一些挫折 后来呢 就离开官场 办官 办学者 到处演讲 香港反孙中运动 发生之后呢 国内的这些激进派 左派 强硬派 出现了一种身影 就是一定要收回香港 实现一国一制 要把香港夺回来 香港的制度要全面的改变 而且他们认为 香港现在已经 没什么价值 因为深圳已经发展起来了 上海发展起来了 北京发展起来了 甚至他们的GDP 早就超过香港了 那香港没什么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 黄奇凡 在一个演讲当中呢 特别讲到 香港的特殊地位 不可取代 一国一制 绝对不可能 所以说 他的这个论调 对中国的那些保守派 强硬派狠狠的一击 他那个演讲 在我的频道上也有 他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香港 他之所以不能 被深圳上海取代 是因为他一国两制 正是他为一国两制 他有西方独特的 法治的精神 所以外国投资 喜欢通过香港 再投到大陆 他说改革开放 40年来 通过香港 投资到中国的 投资意志占 50%以上 改革开放 的时候 就是上个世纪 70年代 80年代 也是50%多 那现在呢 还是50%多的 外资都是通过香港 到中国投资的 你看香港的位置 重要不重要 而且香港的 转口贸易 就是大陆和香港的 转口贸易 你每年呢 也是六七千亿美元 这个数字呢 等于中国跟美国的 每年的这样一个贸易额 可见 大陆和香港之间 这个贸易额是何等的巨大 而且这样一个数字 从1980年代 一直到现在 还是保持在这个数字左右 所以香港的位置呢 是不可取代的 你深圳 虽然经济发展起来 GDP比香港高 但是 因为你的政治制度决定了 外资不会通过深圳 向国内投资的 一旦香港的 一国两制的地位丢了 那么 外资就会全部的给撤离 然后转口贸易 也会大受压力 所以呢 黄岐帆在这里呢 是给那些强硬派 极左派敲了个警钟 实际上也是 针对习近平 习近平有一段时间呢 确实丧心病狂 有一点 要武力镇压香港的态势 要把香港受回来 变成一国一制的态势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呢 黄岐帆就 非常大胆的就说了 香港的一国两制 位置不能变 香港 它有独特的价值 绝对不能 一下把它给收回来 变成深圳 变成香港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黄岐帆呢 讲了那个演讲之后呢 很多人的思想观点 才改变过来了 很多人呢 才清醒的看到 香港的独特的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推出香港人权 关于民主法案呢 对中国来说 那打击非常大的原因 因为呢 你的人权 民主不好的话 那美国 要把香港的 独立的关税区 独立的经济地位 给取消掉 那取消掉之后 那对中国的经济啊 雪上加霜 一大半的 外资就没有了 一大半的 出口贸易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 香港的位置 是何等的重要 然后你极左派 绝对不能轻举妄动啊 所以呢 黄岐帆的那个演讲呢 也阻止了极左派 直接重演八九六四的这种可能性 他给阻止掉了 所以说他的这个演讲呢 实际上很有帮助性 他虽然也是个大滑头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把香港的独特价值讲出来 那确实很大胆 很感言 那第三名感言的谁呢 就是北大社会学习的教授 郑野赴 他呢 也曾经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习的教授 我有一次去社会学习 办公室啊 很见到他了 他比照片上的 显得瘦多了 他这个人呢 是脾气 非常 古怪 耿直的一个人 他跟其他人呢 很少来往的 他就 喜欢呢 每年年底写一篇文章 来刺激一下共产党 讲出一些其他人不敢讲的话 去年年底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叫共产党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 共产党啊 你完成了你的历史任务 现在中国搞成这么一塌糊涂 应该实行多党竞争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你自己的党心呢 你应该退出更加优秀的 其他的民主党派来执政 这是去年年底他说的 那当时呢 已经震惊了海内外 那么今年年底啊 他又写了一篇文章 他的文章呢 就是公式财产 从七常委开始 他认为呢 公开财产 这是所有的国家 实行的一个比较好的反腐 畅连的一个措施 公开财产之后 就没有反腐的这个机会可能了 然后你增加财产一下就会搞出来 所以呢 公开财产非常重要 中共呢 他也尝试进行公开财产 但是呢 效果不张 或者说执行不利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最头上的几个人 他不公开财产 所以呢 郑野福先生就说 要从七常委 从习近平 李克强 李战书 汪洋 从他们头上开始 来公开财产 这个呢 真的是语惊思作 所有的人都比较惊讶 因为他矛头 直接指向七常委 你们来公布财产 我想光习近平公布财产呢 就可能 要把全世界会惊讶 因为他 还有他的这个亲戚 实际上财产呢 富可敌国 很多都是隐形的财产 李克强 也不要看他 这么装得好像很清廉 实际上他的这些亲戚 也加起来 那可能也都是上亿的资产 所以他们都不敢公示 所以郑野福教授呢 他就说 中共啊 他的一种反腐 就是通过中纪委的反腐 他完全是一种自清蒙户啊 就是自己清理自己的蒙户 那肯定清洗不干净啊 而且你反腐变成一种 打击一击的手段 真正的反腐是什么 就要从公示财产开始 所以这个是上周啊 他发出的这个呼吁 要公示财产 要从七常委开始 所以这句话说出来呢 很多人担心 把郑野福会抓起来 毕竟人家是北大教授 以前是人大教授 所以呢 对他这个发言呢 而且他也不接受海外的采访 他每年呢 就来这么一篇 中共呢 可能会对他放他一马 但是呢 这句话说出来也不容易啊 在中国目前这种恐怖的情分下 他这种话说出来够勇敢的 也是要为他点赞 那感言的第二名是谁呢 感言人物第二名就是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 他指出官方所谓的未来十年呢 经济能保持百分之六 完全是欺骗 能够保四增五啊 就不错 能够保证百分之四 然后增取百分之五 就不错了 这句话呢 实际上对官方所谓的百分之六 打了一个矮蛙 而且他讲出了真相 当然他讲出真相呢 不是说什么政治的目的 是从一个严格的学术的角度 来讲出了这句话 他有一个著名的演讲 在我的频道上也有 他举了很多的例子 东亚的经济转型过程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这些发展呢 跟中国的对比 还有中国目前呢 国际民退的趋势 信贷资金呢 只留下国企 不留下民企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 已经到了一个终点 中国的汽车产业呢 也日益的萎缩 他总结了很多的一些因素之后 得出一个结论 未来十年 中国的GDP的发展 只能保持在4%左右 增取5% 但绝对不会超过5% 结果他说的这些呢 比全网的分杀 为什么要分杀 因为GDP的增长率 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 我们知道 中共建政呢 在这几年 他的合法性是建立在 经济增长率之上的 如果经济不增长的话 那他这个政权呢 也是摇摇欲坠啊 所以他一直认为 要保持经济的一个增长 今年呢 2019年第三季度 经济增长率是6% 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 就是这个数字啊 也是30年来最低啊 但是呢 中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明年呢 也要保持在6%左右 未来十年 也是要保持在6%左右 只有6%的话 他觉得 才能维持一个 稳定的就业 稳定的经济发展 投资消费 但是呢 他的6%的谎言呢 就比高山文给戳穿了 高山文呢 经过严格的学术的研究 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 能够保持真武啊 就不错了 所以说 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 皇帝你没有穿衣服 你的6% 完全是个谎言 完全是欺骗 所以呢 中共非常的恼怒 全网分撒了这个视频 实际上他的这些言论呢 我想呢 中国的高层呢 他实际上也心里明白 他只不过是要欺骗人民 给大家一个盛世 繁荣的一个景象 一个谎言而已 所以呢 高山文是非常的大胆 非常的感言 面对6%的谎话 他终于说出了 倒是真武的真理啊 不简单 那么 最后一个我们要看的 就是敢于说话的 第一名是谁 当然呢 大家心里清楚 这个人呢 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向孙左先生 向孙左先生 今年又两次放炮 言论非常的大胆 第一次啊 他就认为 第三季度 6%的经济增长率 可能是假的 他说呢 他根据一些地方的 财政的收入啊 税收啊 消费啊 等等呢 他就发现啊 实际上那个地方 已经是负增长 啊 这些都还是 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负增长 那其他地方呢 也肯定负增长 那为什么还出现 第三季度 6%的这个数字呢 所以他就说呢 啊 中国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负增长 这是他第一次讲真话 语境四座 啊 很多媒体也引用 第二次呢 我们知道 他最近啊 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 直接向习近平的终身制开炮 直接向习近平啊 在经济政治领域 向文革复辟啊 开炮 那非常的大胆 一片的叫好声 大家说你看 反习势力托骂的猖獗 他在一次 针对企业家的论坛就说了 说这个 邓小平改革开放 最大的成果啊 就是取消终身制实行领导干部的人期限制 但是呢 我们现在四中全会之后 有这个成果吗 这个成果没了 而且呢 我们知道啊 在企业方面有党政分开 政企分开 但是现在呢 恰恰相反 党委领导一切 党也进驻到民营企业 国营企业就不用说了 控制了一切 他指出呢 说什么东南西北中党政军学民 党是领导一切的 他说这句话是什么 这句话是文革语言啊 你习近平在干嘛 在倒退文革啊 在企业领域 你让党来控制一切 这就是文革化的开始 你在政治领域 你搞终身制 没有任期限制 你这也是像文革复辟 像毛泽东复辟啊 他就这样大胆的讲出来了 而且他一直为民营企业声援 所以肖孙佐说 中共对民营企业 利用民营企业 是他无奈的选择 消灭民营企业 是他崇高的理想 民营企业就这么尴尬 因为按照共产党 他的本性 他最早的那些宗旨啊 他要消灭民营企业 消灭私有制啊 所以他为民营企业 来这里呐喊 为目前的国进民退 这个趋势啊 大声的这个教区教院 这一点呢 确实也是敢讲真话的人 我们看到年底的时候呢 中共又推出了很多 帮助民营企业的一些政策 但是呢 下面能不能执行 还是个问题 因为各级官僚机构 他肯定先优待的是 跟政府有关的那些企业 跟他有关系的那些 亲戚朋友那些企业 真正的民营企业 实实在在干事的 经常是他们排挤的打压的那些企业 所以呢 向孙左啊 在这样一个邪恶不分的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倒退文革的时代 在习近平想做毛泽东的这个时代 大胆的说出了 搞终身制是不对的 骗重于国营企业是不对的 国营企业只能是死路一条 国营企业搞得好 为什么我们还要搞改革开放 国营企业你搞不好 所以我们才改革开放 民营企业才是未来的 真正的出路 所以向孙左的话一说出来呢 你看下面那些人都高深的叫好啊 非常的大胆 非常的勇敢 所以呢今天我们总结了这么五个人 这五个人呢 确实都是很不错 在关键的时候说出了关键的话 讲出了一个真相 这就是中国人需要的一个品格 诚实勇敢 我们中国人呢 比专制社会摧残的已经 没有了个性 没有了真理 讲不出真相 这是整个专制文化对中国国民性 最大的一个摧残 但是从这五个人的身上 我们看出了他们敢说真话的品行 这一点呢 整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骄傲 从勒基伟批判2025计划 黄岐帆来捍卫香港的一国两制的独特的地位 郑野夫要求七常委公布财产 高商文指出6%不可能 保私政务才是可能 乡村总指出习近平倒心逆势 复辟文革 要做毛泽东地爱 在经济政治领域全面的倒退 完全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所以说这五个人呢 是堂堂的男子汉 能够讲出真理 敢说真话 不畏强暴 这是我们中国人呢 都应该去效法的 所以说更多的人呢 听到这些信息之后 不仅要转发他们的言论 而且自己呢 要讲出自己的心里话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能讲出光明的话 能讲出真理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中国人 应该具有的品行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